方兄弟们淘机的天天 减漏不是经常有 但是今天ipad减漏了 ai5充电14次的 再保200多天 256g的 外观有一个99新的一个外观 兄弟们 这个机器市场的正常价格应该要在一个3800 但是今天这一台机器呢 充电十多次的 二号两三千七百块钱 直接拿下 四千块钱不到吧 随着精魂的发布 像这种机器呢 搭载M1的芯片 无论是上网课还是玩游戏 11寸的尺寸都非常的巴适 这种机器简陋的也是加两个方式 然后今天帮兄弟们拿的一个原装S8 灰色的外观也有一个99新 然后他还要求拿了一个原装的一个表带 表带的原装的是80 充电器是80 口路 表带是44 表带也是一个新的 这个机器的话是同几十台 手表里面挑出来的 44 外观是99新的一个黑色 电时效率还是100 因为这个手表出来也有一两年了 能挑到100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今天这台也是成功的帮粉丝安排 还有今天这台的一个iPad 我自己用了一个2017iPad Pro 12.9的 因为小麦昨天睡觉的时候不小心压弯了 因为压弯了以后 无论是怎么看都觉得很别扭 这个是15系统的 我希望的64G 2017iPad Pro 无论是声音都很发誓 但是今天修复了以后 50块钱就可以在华强北这边修复平整啊 兄弟们过来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变成变到平整了 因为弯曲了 它会看起来会很便扭 所以说 花50块钱修好也是不可以 也是可以OK的 就是比这里稍微有一点点硬 因为有非常多的分析 跟小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会睡觉的时候 会把iPad换到我身边 然后不小心压弯的 如果有要帮忙的这种机器 二号在华强北也可以帮忙进行 拿去更是不需要一下 好了 这期视频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 华强北二手是华强北人的 如果朋友分出我 我是华强北二号